封闭的人类 这个声音 兵弟 你认识这个声音的主人 是他 我们快追上去 他失去了肉身 冥魂请客天就会消散 请魂尘和毒不死 居然联手在对抗 这股极寒气气 兵弟 他难道就是 吉北三大天王之手 十大凶兽排名第三 兵心玄女 他的情况很不妙 他原本是处于 魂兽化型的灵界状态 风神态被破坏后 又试图重回魂兽形态 但他已经没了肉身 灵魂只会迅速衰弱 玄女于我有救命之恩 必须救他 你们会为猎杀我的 不及待见 好 走 我去死报 还要死报 我的十万年魂兽胚胎 就这么毁了 追 雪女 雪女 你怎么样 冰儿 真的是你 你刚才自爆魂力 还能恢复吗 不可能了 我若体一回 灵魂极不稳定 碎时可能崩溃 天猫 你当初将我变成五魂 融入羽泡体内 是不是也能 你们在一个人类的体内 对啊 这就是我想到的 魂兽应结之法 造型计划 如果早点知道 我也不会冒险划行 也至于被人类找到 可乘之急 我的灵魂坚持不住了 我必须走了 否则我灵魂崩溃的时候 七十万年轻微的 被灵魂之力爆炸 会将你们全部摧毁的 灵魂之力爆炸 你不必走 我 你是神的玉璃分神 我是一个不愿意成为 神的人类而已 小姑娘 我感到你的灵石极为纯粹 你应该是天地灵气孕育的 冰天玄女 你这样的存在 不应该如此下场 前辈有办法救我 若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 尚有八成的把握 但现在 我只是一缕神石 成功的几率不足三成 你愿意尝试吗 雪女 留下来吧 对 留下来吧 雪女你好 我叫霍雨昊 是这片精神之海的主人 我真心希望你能留下 就像天文阁冰地一样 你留下来 我只会将你当做朋友 伙伴和亲人 嗯 嗯 好 我来隐看狼群 你们称之铺围 能让你被他破解了 好可怕的精神力 感恩不到精神之海了 凭借自身力量 战胜前提 这是与马尘力量破炸 必须几乎你的一个 你可真是命的 是我这么严重的小狗 都能归复过你 黄少计 原来是你在高贵 黄氏朱茶队的人 带走了霍雨昊 我去找一个人 我去找一个人 帖子参见太子殿下 取自参见太子殿下 队长 这小子骨头还真硬啊 让我来招待招待他 无耻之徒 我来替雨昊教训你们 不要动手 波龙柱八十一根尖刺 启动后分别刺入你体内的八十一处药学 在缓缓转动吊开的滑笔 老后受伤了 相信你一定会心怀 霍雨昊 你也有今天 混账 红尘通主 看来雨昊早就察觉到有人过来 不错的策略 魔龙柱 就差你竟敢动用这么残忍的刑具 竟然生得这么重 很抱歉没有尽到保护学生的责任 这件事 学院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我可是皇室 岂便你是明德堂子能奈我何 是吗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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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殿下 红尘堂主 是姑该替三弟给您一个交代 听橘子说 他的学弟被抓走了 故深觉疑惑 皇室纠察队 何时有了管理日月皇家昏导师学院内务的职责 还是说连一个皇室庞系 都能随意使唤你们 太子殿下饶命 妥善处理 不能让堂主平白受屈 照命啊 太子殿下 我 我再也不敢了 千万 隐斗罗雪尘 一别十余载 没想到雪尘兄进入了皇城 实力也越发精进 承蒙堂主惦念 薛某职责在身 改日在登门拜访 好 多谢太子殿下 早晨铭记于心 告辞 玉昊 你没事 院长 我们的带队老师刚回史莱克 玉昊就出事了 这就是你们对待此次交流的态度吗 难敢这么跟堂主说话 你小子 的确是我疏忽 黄少杰已被我开除 你们有任何需求 学院也会尽力补偿 补偿 我实地要守个三长两短 我们十来客 二师兄 我没事 多谢院长相救 凡事将心比心 我相信史莱克学院 会对前驱交流的学员尽心尽力 希望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 也能做到 应该的 霍玉昊 薛老师很欣赏你 等你痊愈后 就随他进入明德堂学习吧 我再次代表学院 向你致歉 我一定不辜负您和薛老师的期望 你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玉昊 你真的没事 没事 几个小人而已 我见多了 不过 能以苦肉计 幻得院长松口 放我们史莱克的人 进入明德堂学习 也算意外收获吧 原来如此 堂主 让史莱克的学习来明德堂 他们再出什么事 我们只会更被动 不如放到眼前妥善看管 眼下更关键的是 徐天然出手 不只是为了教训三皇子手下的皇室纠察队 更是向我们的示好和示威 连英德堂罗雪臣都降服了 太子果然铁血手腕 纵他身有残疾 其他皇子也奈何不了他 是时候 考虑下我们该站的位置了 快点 来 快点 来 快点 我们没有在那里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 但是又觉得 告诉你也没有意义了 姐子 你做得很好 与红尘堂主经历联系后 你不必再留在血院 我会安排你替我执掌军队 殿下 我只是个孤儿 怎能担此众人 以你的聪明激情 加上熟读兵书 沿袭浑倒气的经历 我对你有信心 至于你所欠缺的身份与威望 我会对外宣布 你将是我的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 我配不上你 遭此劫难时 是你替我挡下了 来自手足的致命遗迹 我自此不再消想至亲之爱 也从不对男女之情抱有幻想 但我需要一个盟友 橘子 我要你做我名义上的妻子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会给你实现报复的力量 让你亲手结束大陆上所有的战争 而你要做的 就是辅佐我坐稳王位 统一大陆 让世约之光 普照每个角落 再会点灯 这尽管 你 是 对 无论 大家 对 无论 无论 杨王位 再见 月昂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希望我们不会再战场相遇 那天后橘子学姐就退学了 想来她也在为了理想而奋斗吧 而我则随轩老师进入了明德堂 一个更为广阔的温道器世界 宣伟文 奉斗魂老师 欢迎 听说全大陆总共只有四名九级昏导师 宇昊的老师只差一点点 厉害啊 这就是明德堂 简直像一座巨型昏导器 明德堂的结构 确实像昏导器一样复杂周密 每个环节都有人层层把扣 确保它连续运转 让奇妙的昏导器不断诞生 不错 这场上上下下下过来 我的天阿姨 就一样还是层层层的 没完 好 太好了 我再回到这老师 有没有了 你怎么回到这儿 变得了 是不是 什么人 就是 有没有了 没有了 昏道气奇妙无边 但只有在适合的人手中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而速度 就是我选择的第一项可提 必须增强我自身的速度 将精神系和唐门的特点 发扬光大 身份核验通过 欢迎六级魂导师 过五号 完成了 进入明德堂半年 我升到六级魂导师 将全部所学融会贯通 在每个零件上 都安置了最恰当的法阵 才得到这专属于 我的六级魂导推进器 我现在就去试验 命运之言好疼 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你接引了命运之力 因此 对危险的预知 会更加密不内 是命运之力的提起来 有危险 有炸弹 有无处 什么 冰黄不提 别提 我来引看狼群 你们趁机突围 能让你被他破解了 好可怕的精神力 敢闭不到精神之海了 凭借自身力量战胜前提 你可真是命的 说我这么严重的将冬都能恢复过 黄小姐 原来是你在搞鬼 黄树珠茶队的人带走了惠昊 我去找一个人 许子参见太子殿下 队长 这小子骨头还真硬啊 让我来招待招待他 无耻之徒 我来替雨昊教训你们 不要动手 波龙柱八十一根尖刺 启动后分别刺入你体内的八十一处药学 再缓缓转动掉白色滑洞 启昊受伤了 相信你一定会写 霍雨昊 你也有经节 混账 红尘同主 看来雨昊早就察觉到有人过来 不错的策略 波龙柱就察觉你情感动用这么残忍的刑军 竟然伤得这么重 很抱歉没有尽到保护学生的责任 这件事学院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我可是皇室 岂便你是明德堂子能奈我何 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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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g 好 guy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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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太子殿下 红尘堂主 是姑该替三弟给您一个交代 听橘子说 他的学弟被抓走了 故深觉疑惑 皇室纠察队 何时有了管理日月皇家昏导师学院内务的职责 还是说连一个皇室庞系 都能随意使唤你们 让太子殿下饶命 妥善处理 不能让堂主平白受屈 照命啊 太子殿下 我 我再也不敢了 千万 嗯 引斗罗雪尘 一别失余载 没想到雪纯兄进入了皇城 实力也越发精进 承蒙唐主惦念 薛某职责在身 改日在登门拜访 好 多谢太子殿下 老臣铭记于心 告辞 宇昊 你没事 院长 我们的带队老师刚回史莱克 宇昊就出事了 这就是你们对待 此次交流的态度吗 敢敢这么跟堂主说话 你小子 你确是我疏忽 皇少杰已被我开除 你们有任何需求 学院也会尽你补偿 补偿 我实地要说个三长两短 我们十来客 二师兄 我没事 多谢院长相救 凡事将心比心 我相信史莱克学院 会对前驱交流的学员 尽心尽力 希望日渊 皇家魂导师学院 也能做到 应该的 获雨后 宣老师很欣赏你 等你痊愈后 就随他进入明德堂学习吧 我再次代表学院 向你致歉 我一定不辜负您和宣老师的期望 你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雨后 你真的没事 没事 几个小人而已 我见多了 不过 能以苦肉计 换得院长松口 放我们十来客的人 进入明德堂学习 也算意外收获吧 原来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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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再出什么事 我们只会更被动 不如放到眼前妥善看管 眼下更关键的是 徐天然出手 不只是为了教训三皇子手下的皇室纠察队 更是向我们的示好和示唯 连颖斗罗雪城都降服了 太子果然铁血手腕 纵他身有残疾 其他皇子也奈何不了他 是时候 考虑下我们该站的位置了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你 我有很多话想告诉你 但是又觉得 告诉你也没有意义了 桀子 你做得很好 与红尘堂主经历联系后 你不必再留在雪院 我会安排你替我执掌军队 殿下 我只是个孤儿 怎能担此众人 以你的聪明激情 加上熟读兵书 沿袭浑倒气的经历 我对你有信心 至于你所欠缺的身份与威望 我会对外宣布 你将是我的太子妃 未来的皇后 我配不上你 遭此结纳时 是你替我挡下了来自手足的致命一击 我自此不再肖想至亲之爱 也从不对男女之情抱有幻想 但我需要一个盟友 橘子 我要你做我名义上的妻子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会给你实现报复的力量 让你亲手结束大陆上所有的战争 而你要做的 就是辅佐我坐稳王位 统一大陆 让世约之光 捧着每个角落 我会给你实现报复的力量 再见 约昂 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 希望我们不会再战场相遇 那天后橘子学姐就退学了 想来她也在为了理想而奋斗吧 而我则随轩老师进入了明德堂 一个更为广阔的温道器世界 先别问阿吉魂老师 欢迎 听说全大陆总共只有四名九级昏导师 与昊的老师只差一点点 厉害啊 这就是明德堂 简直像一座巨型昏导器 明德堂的结构 确实像昏导器一样复杂周密 每个环节都有人层层把扣 确保它连续运转 让奇妙的昏导器不断诞生 这就是明德堂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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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